大家好,我是外行员 这一期海贼王专题的话题是 山智和大河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山智和大河即将相遇 针对在1029话的剧情 本来我要为山智目前的变化 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其实,看过十多天前 1147期和1150期海贼王专题的观众 应该就可以知道 山智在1029话因为害怕自己 会变成像其他几个兄弟那样 没有感情怪物的顾虑 其实就只是多虑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用生命 为他始终保留住了最重要的情感 而魁英口中 加之希望制造出的 拥有外骨的恢复力万力 和寒冰之心的改造人 在山智这里最终 也绝对会是只最后一点不服 相反于寒冰之心 山智的心可是真正的火热之心 但问题就在于 由于身体的突然变化 还是让山智害怕自己已经没有了感情 这就是山智为什么突然要逃跑 需要自己静一静的原因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拯救山智 让他发现 除了身体变强之外 他还是那个他的存在 恐怕也就是山智的最爱 那就是美女 而接下来也就是 我将胡扯的大和的出场环节 大和现在的任务 是从城堡外部进入城堡 再爬上阁楼解决炸弹的问题 山智现在可能急于跑到室外 让自己静一静 在这个前提下 两人也就很可能会相遇 而只要大和同学 已经从动物形态变为人形态 以这位大号美女的劲爆身材来说 自然马上就能吸引山智 以之前和弗兰奇相遇的情况为例子 对草帽一伙已经熟知的大和 自然可能就已经知道山智 甚至知道山智 擅长阅步 他完成空中作业 接下来大和会主动说明 他在帮助陆飞和桃子 并请求几乎快要流出皮血的山智 帮助自己飞上阁楼拆除炸弹 绅士的山智 怎会拒绝美女的请求呢 他会像弗兰奇帮助大和 对付左左目一样 完成大和的请求 帮助他飞上阁楼 大和在感谢完山智君之后 可能会帮助他 阻挡一下奎鹰的攻击 然后就匆匆离开 前去解除炸弹 因此 本期我们所呼扯的 山智和大和的即将相遇 虽然时间会很短 但却可以打消山智 怕自己失去感情 变为怪物的顾虑 让厨子迅速找回热情燃烧的自己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外行员 海贼王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